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需要做的同時又可以做 可以做的同時做出來是有成效的 因此是值得做這三個 需要做可以做值得做的事情很多 因此希望跟大家能夠共同努力 將剛才說的只不過是舉一反三的工作 我們用習主席報告的標題 我認為是相當重要的 那幾句詞跟大家共演 就是我們團結、奮鬥 舉世終目的中共二十大早前順利閉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新班子順利誕生 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開幕時宣讀的工作報告 有甚麼重點值得留意呢? 為助港人理解 香港智會於10月27日 主辦中共二十大香港新機遇論壇 邀請了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主旨演講 分享心得 聽聽示外怎樣解讀香港在二十大下的定位和機遇 需要做的是甚麼呢? 我要幫國發手做 因為香港在雲雲這麼多內地的城市當中 我們優而為之 因此責務旁貸 這是需要做的 我們想一下怎樣利用香港獨特優勢 促進我們國家的中醫中藥 在全世界範圍內 包括香港 包括中國內地 包括台灣 包括外國 更好地發治 使得我們的中醫中藥 在全世界範圍內提升它的競爭力 香港人在這方面有優勢 所以香港完全是有條件成為 我們中藥財的一個貿易中心 要做好這個貿易中心 你首先就要定標 定了標之後就定價 定標你就有公信力 要有誠信 在科學鑑證的基礎上面 還要有商源 英國不生產黃金 但是它是世界上主要的黃金貿易中心 英國不生產鑽石 但是它是世界上主要的鑽石貿易中心 英國現在正在做 名貴中藥財的定標 定了標之後就可以定價 定了價之後 我們的農民辛苦採 辛苦種中藥財 市場就在英國人手上 這類工作完全是需要香港做的 二十大報告對香港未來發展方向 作出明確的關切和指導 一字一句都有特殊意義 要怎樣理解才能夠讀得透徹呢 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 劉志鵬和李浩然 各自提出他們對香港機遇的精度見解 這個二十大的報告有幾點是對香港來說很重要的 明顯是將一國兩制寫進去的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 是成為國家長期的策略來的 這一點對香港是一個非常利好的消息 數除一世一切有擔心2047的任何疑慮 這個對香港是非常重要的 二十大報告給我的印象 就是它是一個具有理情悲息的重大歷史意義 也是最具民族自信的講話來的 我們作為香港的市民 我們要搞清楚我們怎樣去掌握理解 二十大裡面的關於香港的信息 然後怎樣將它融入我們的實際的生活 甚至乎是貢獻國家裡面 這個報告裡面總共提出了 有七個說法是第一次提及 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 以及落實愛國者治港 首次提及兩個更好 這兩個更好就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以及更好實現民族復興 發揮作用 發揮香港和澳門優勢和特點 但怎樣能夠結合剛才所說的 國家的發展大局 然後將它能夠進一步發揮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應該 我們在研讀和思考的時候 提出的問題 主辦今次論壇的香港智慧會長周伯展 又怎樣看二十大香港的機遇呢 所謂優勢互補 就不要有惡性競爭 所以我們要怎樣在融入 國家的十四五規劃裏面 就好好做到這個金融中心 創科中心 以及說的是文化中心 每個市民都有自己的角色 你那行業是有什麼東西 你可以貢獻給國家呢 你自己要去發揮你的力量 這樣才是大家可以眾志成城 這樣可以貢獻給國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